7月29日以两岸关系道罗宇选择为主题的2021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广西南宁开幕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洁一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蓝天利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海峡两岸专家学者110余人以线上线下方式参会 刘洁一表示祖国统一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统一是福台独是祸台独势力与中华民族为敌 对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事完全是徒劳的 必将遭到历史审判和人民惩罚 台独分裂势力胆敢鞠而走陷 必将遭到迎头冲击 他们谋独巧讯越是猖狂就越会加速不灭 广大台湾同胞为了民族大义 台湾前途和自身利益扶持 要挺身而出 共同铲除台独破根坚决挫败台独困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 董事长洪秀柱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他表示台湾的前途与中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 命不可分 台独只会给台湾带来祸害与不幸 两岸同胞应共同努力 迈向和平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两岸关系 有关台湾的祸福安保 台湾的前途跟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命不可分 如果台湾能够放下意识形态的对立 认同九二共识 让两岸回到和平发展的正轨 以和为贵 以人民的福祉为先 追求两岸双移 相信台湾必能站在巨人的监防上 获取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 并能够享受两岸一家 共创我们景的美好果实 据悉 此次研讨会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 广西柜台经贸文化交流协会承办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 两岸关系危机与转机 融合发展机遇与挑战等议题 进行了深入研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